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看我标题或者是最近有关注我的IG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养了一只小博美 这次的影片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开心的消息之外呢 想要让大家看看我可爱的蜜蜜 这个呢就是我养的小博美 我的名字叫蜜蜜 然后现在呢是4个月大 可爱们可爱们 那其实我本身就是很喜欢狗狗了 而且也想养了很久也讲了好多年 然后现在终于养到你了蜜蜜 嗨 蜜蜜 大家回来的时候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两个月了 一直没有对外公开 因为毕竟是新手也没有养过小狗 所以想跟它了解更多 比较熟悉它了以后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最近你们才看到我有一直播蜜蜜的动态 哎哟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蜜蜜 那根据我跟他相处了快两个月的时间 算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他了 基本上每一天呢都跟他待在一起 因为我想说他现在还小嘛 就希望可以长时间待在他身边 可以同时的训练他 然后可以教他上厕所这些 所以呢我刚带他回来 一个星期他就已经会上厕所了 就会在他自己的那个地盘那边上厕所 然后带他回来两个星期的时候 我好像就已经学会 Pen啊然后Seed 还有Stand是最近才学会的 然后呢从我带这个秘密回来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看医生看了五数次 这些呢就是他的药 那我现在想要跟大家讲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第一次呢就是他尾巴 突然间有伤口 可能是他自己咬的 我赶快就带他去看医生 结果医生说他有一点点皮肤病 导致他会有脱毛这样的现象 但是还好只是那一小小part而已 就没有关系 回来查药高过后 第二天又发现了他的手脚 有一只手和一只脚都有那个脱皮的现象 我们就发现 诶这个是几十生的 我们那天去看医生也没有发现啊 又再一次带他去看医生 结果医生就说 手脚的细菌是会传染给人的 因为如果那个人的皮肤不是那么好的话 就会被传染 然后后来呢也发生一个很搞笑的事情 他跑去喝我家里拜神胎的那个油 因为一下子没有注意到他真的比较调皮 因为他看到地下有什么 任何脆碎的东西黑黑的东西 他都会跑去吃 当然神胎的油也不意外 当天刚好是晚餐时间 他吃了晚餐以后他就把它全部吐出来了 所以幸好过后也没有什么事情 也不需要去看到医生 那第四件事情呢就比较严重了 这一次是他第三次去看医生 而且是半夜的2还是3点 因为我以为他没有什么喝水 所以我就把那个水放在狗盘那边 然后我就放几颗狗饼吸引他去喝水 我过后才知道 就是说狗呢他会把水喝完才吃狗饼 所以他就把一盘的水给喝完了过后 他才吃最后的狗饼 我就吓到我就知道他其实也是吃到很沉 因为那水他有重量嘛 他会沉到他肚子变脏 加上那个时候是晚餐的时间 他也吃了晚餐 所以变成又有晚餐 然后又有一堆的水 走路的时候斜斜一下 一整个晚上的心情都不是很好 平时他都会很兴奋跑来跑去 然后他突然间 一直很不寻常 我没有拍到影片 因为当时真的是有点心急 因为他的那个情话就是我有史以来看过最恐怖的画面 霸净龙子的时候叻 他就突然间很辛苦 他就整个肚子朝天 然后他的头慢慢的往后仰 就是好像感觉要死掉了这样子 他整个人又发抖整个脚和手都硬掉 很恐怖 我现在想起我都觉得有点恐怖 结果去到医生那边的时候 他又好像突然间又很hyperactive 好像突然间好了 我们帮他去医生那边的时候 其实他途中在车上有藕水出来 所以才比较好了 医生就说因为他们是小狗狗 所以他们做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们控制不到自己 第二天的时候就没事了 所以我就希望咪咪保持他顽皮好动的性格就好 真的不想他再发生任何事情 因为真的会超级紧张 心里真的很不安 现在才真正了解 为什么养狗的人都会有那样的心情 我现在已经能领悟到了 他真的不可以有事情啊 嗯? 你不可以有事情懂不懂咪咪? 大鸣 我们下昨天睡觉 床? 床,床,床 床,床 ج留人 床,床 床 nya 床 译搞搞搞搞 是你 是 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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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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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三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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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 五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